第3053章我想全部打包带走扑面来的风 其中蕴含着各种属性的力量 风 火 水 雷皆有 这也说明宝库里的宝物 种类繁多 各种属性都有 雷光子文虎一族已经存在无数年 这么多年来 族内的收藏必然丰富无比 具体有多少 谁也不知道 雷天大手一挥 从宝库中吹出来的风骤然停止 随后雷天手势一引 林先生 请 林墨渝走了进去 雷天紧跟其后 同时介绍到第93层宝库 里面放置有法宝 材料 颁药 镇盘等等 品阶位于道尊四镜至六镜之间 林先生如果有什么看得上的 尽管拿 他一副很土豪的模样 好像林墨渝把宝库整个搬走 都不会心疼 林墨渝开着玩笑 如果我全部都要呢 雷动愣了一下 随后目光中透出坚定 林先生的恩情不是区区外物能比的 我这就叫人 把里面的东西打包 让林先生全部带走 看雷动的样子 好像是要来真的 林墨渝立即阻止 我只是开个玩笑 我这个人对宝物兴趣不是很在大 只是看看 开开眼界 雷动微微一笑 那林先生就慢慢看 看上了就拿走 大足佬也在一旁道 林先生真的不用客气 这些都是身外物 若是真想要 打包带走也没问题 两人太过客气 客气的已经不成样 林墨渝自然能明白 他们为何会如此 自己所谓的救足之恩 顶多只占一半 还有一半要归于妖皇 正是因为妖皇对自己的态度 才会让他们有如此反应 林墨渝相信自己 若是真的要把这里的宝物 打包带走 他们肯定会同意 但心里爽不爽 就是另一回事了 道尊四镜至六镜的法宝材料 林墨渝也只是看了一遍 并没有看到自己所需要的 这些东西 虽然里面也有一些不错的精品 但是对自己并没有什么用 单纯只是价值不菲 就算自己拿了 除了回去填仓库 也就是卖掉换取本源结晶 不管哪种 都不是必须品 林墨渝看了一圈后 对着雷天道 贵族的收藏 还真的是很丰富 雷天听出了林墨渝话中的意思 这里没有林先生看中的物品 不如去上一层看看 林墨渝笑道 也好 开开眼界 三人来到第九十四层 这里放置的 都是道尊七镜以上的宝物 雷天在打开宝库大门前 对着林墨渝道 林先生麻烦后退一点 这里的东西 有些危险 道尊七镜的宝物 尤其是法宝 有可能会产生灵性 有了灵性的法宝 可就不是普通的法宝了 弄不好真的会有危险 林墨渝狠听话后退几步 大祖老不动声色 站到林墨渝面前 那意思 就是在保护林墨渝 雷天开启宝库大门 大门刚开出一条缝 一道凛冽寒光 就从门后射出 雷天怒吓一声 一拳轰出 打出一道雷霆 将寒光轰碎 接着 又有树道寒光 从门后射出 雷天又连着轰碎树道 而几个漏网之鱼 则被大祖老拦截 雷天用力一推 将宝库大门完全开闭 眼前骤然紫光大盛 雷声震震 宝库大门之上 落下无穷紫色雷霆 化作雷霆门帘 在雷霆之后 吴炳利剑在空中打转 不断轰出剑气 雷霆门帘 无法将剑气全部挡下 有一部分会露出来 雷天冷哼一声 冲入宝库之中 直接挥着拳头 将吴炳利剑全部轰退 吴炳利剑明显不服气 不断反抗 和雷天战成一团 可惜 雷天实力强大 吴炳剑明显不对手 迅速被压制 林墨宇看得有趣 这吴炳剑是什么来路 吴炳剑明显有了灵性 而且一眼就能看出 他们是一套 大祖老道 他们名叫五行剑 是三万年前我族的一位族长 从一处密藏之中带回来的 五行剑其实就是一炳剑 只是他平时喜欢一分为五 与之相配的 还有一套五行剑阵 威力还算不错 若是由道尊七剑的人施展 勉强能靠近道尊八剑 若是林先生有兴趣 就把五行剑带走 林墨宇摇头 只是感觉有趣 带不带走 再说吧 林墨宇平时不用剑 对五行剑也没什么兴趣 数秒后 吴炳利剑挨了一顿揍 似乎老实了 他们合而为一 由五划一 重新变成一柄 被雷天握在手中 此时大祖老才说道 我们进去吧 林墨宇点点头 穿过雷霆门帘 进入宝库之中 雷天族掌握着五行剑 对着林墨宇道 林先生尽管看 有看重的就拿走 这里东西不算多 但等街还可以 道尊七剑以上的宝物 不管是法宝还是材料 都是稀有之物 数量自然不会多 有些小族 可能连一剑都拿不出来 像雷光子文虎这样的王族 能行一座宝库 已是难得 大祖老对这里的宝物 还算熟悉 还会为林墨宇介绍 这里无论法宝还是材料 大部分都是道尊七镜 八镜的 只有寥寥数件 至于九镜的 那是一件没有 林墨宇拿起一块材料 看了几眼后 又随手放下 一点也没有留恋之意 雷天和大祖老看在眼中 他们意识到 林墨宇的眼光奇高无比 普通的东西 根本看不上眼 林墨宇一件件看上去 转眼已经看了大半 都没有入得了眼的 忽然间 他看到了一颗珠子 这颗珠子 上面有佛族的印记 是有一件佛族的宝物 不过色泽已经黯淡 灵性尽失 上面还有裂痕 显然这颗佛珠已被毁去 佛珠虽毁 可炼制它的材料 依旧属于道尊八镜 所以 它还是被放在这里 林墨宇拿起佛珠 这里怎么会有佛族的东西 大祖老解释道 我记得是两万三千年前 曾经有一位佛族的 巴伦太古佛 与我族的一位祖老 发生冲突 双方发生大战 最后那位巴伦大日佛 大伴回 这颗佛珠就是它留下来的 佛珠虽毁 可这是一次胜利的纪念 所以 也就把它留在这里了 雷天插嘴道 我记得没错的话 那个巴伦大古佛名叫 玄师太古佛 他好像要度化我族的 一位嫡系子弟 那位嫡系子弟的祖上 就是那位祖老 林墨宇拿着佛珠 佛族的东西 还是值得研究一番的 雷天哪里不懂 立即说道 林先生尽管拿去 忽然间 他手中的五行剑 突然发出一道剑气 轰向林墨宇 五行剑突然发作 雷天和大祖老都始料未及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五行剑气的攻击 已经来到林墨宇面前 糟糕 小心 两人只来得及出声 剑气已经将林墨宇吞没 五行剑 在没有演化剑阵 并且没有主人的状态下 仅凭自己的灵性 他的攻击力 无限接近于道尊七镜 无限接近道尊七镜 比起林墨宇的道尊三镜 要强大得多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被正面攻击 在雷天和大祖老眼中 林墨宇必死无疑 两人牙刺欲裂 这一瞬间 他们想了很多 想到万一林墨宇真死了 林墨宇背后的人 会不会找上门 想到妖皇会不会放过他们 毕竟之前妖皇和林墨宇 关系相当好 林墨宇若是死在这里 弄不好 他们的雷光紫纹虎 一二八三族 会真正迎来灭族之灾 这一刻 雷天有种要把五行剑 回去的念头 剑气之中 林墨宇的声音忽然响起 这柄剑脾气不小啊 两人顿时露出惊喜之色 林墨宇竟然没事 剑气散去 林墨宇同时演化力量 大到真身 和不死大到真身 死之力削弱剑气 力量大到统一全身力量 将防御力提升到极致 但这样 依旧不可能挡下全部攻击 多余的部分 由亡灵军团进行分担 剑林墨宇在剑气中毫无发损 雷天和大祖老血行余色 林先生 您没事 实在是太好了 林先生果然神任 老夫佩服 两人在喜悦之余 也不忘拍一下马屁 林墨宇轻笑道 这柄剑脾气不小 不长我一下就是不甘心 既然如此 不如把五行剑也给我吧 雷天差点就要把五行剑当场回去 他已视五行剑 为洪水猛兽烫手山芋 林墨宇这么一说 他一口答应下来 没问题 林先生尽管拿去 林墨宇笑道 那麻烦您 帮我将五行剑封印了吧 省得我再来折腾 林墨宇现在才道尊三境 距离能动用五行剑还差得远 拿到手后 也肯定要先封存着 将来再用 可以道尊三境来封印五行剑 确实有难度 雷天完全能理解林墨宇的话 立即说道 没问题 他掌心之中 升起重重雷霆 雷光在五行剑上流走 五行剑顿时失去了声息 在解开封印前 五行剑只是一柄比较锋利的宝剑 没有别的作用 雷天完成封印之后 将剑交给林墨宇 同时也告诉了林墨宇解开封印的方法 林墨宇接过五行剑 那我就不客气了 雷天赶紧摆着手 您这话说的 你只要看得上 尽管拿去 林墨宇将五行剑和佛珠收了起来 这层也没有别的了 雷天族长和大祖老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想再去上面一层看看 雷天很爽快地说道 林先生尽管去 第95层 也是宝库的最后一层 这一层里 放着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无人认的 但又觉得有些不凡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道尊敬之上 可也能完全保证 总之是 不管有用没用 只要认不出来的 又感觉品质不低的 就直接扔在里面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一座特殊的宝库 来到宝库面前 雷天这次大大方方开了门 显然没有什么危险 大门打开 一股奇特的气息 从大门后涌了出来 林墨宇灵爵猛地传来警告 眼皮子也剧烈跳动起来 后退 林墨宇嘀喝一声 迅速后退 雷天和大祖老反应很快 在听到林墨宇的呼吓声后 也迅速后退 林墨宇一口气退了很远 他沿着来时的路 直接退到第94层才停下来 组长雷天和大祖老 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 也跟着林墨宇一起退到了第94层 大祖老问道 林先生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林墨宇此时闭目思索 并没有立即回答 刚才他是灵爵传来危险警告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退了出来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要灵爵有危险 不需要问原因 先退 退到第94层后 林墨宇中的警告消失 林墨宇这才开始思索 刚才发生的事 之前的点点滴滴 所有细节都在脑海中一一浮现 逐渐地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在刚才开门的刹那 涌出来一股复杂无比的气息 这股气息 是由各种各样的宝物材料 交织在一起形成 而在此其中 有一缕气息十分危险 林墨宇也是因此拉响警报 而这缕气息 林墨宇已经知道了是什么 他对自己有用有大用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林墨宇在心中窃喜 同时开口问道 组长 大祖老 你们平时应该不来这里的吧 雷天摇了摇头 基本不来 大祖老道 已经有很久没来了 算算时间差不多有万年左右了吧 这座宝库也有万年不曾开启 近万年来 整个雷光紫文虎一族的主要力量 都被域外天神牵制 很多事情都停了 这座宝库也有近万年没有开启 雷天问道 林先生可是发现了什么 林墨宇道 里面有一件东西 对你们来说很危险 是什么我不能说 如果你们想知道 可以去问妖皇 不过 我想妖皇也不会告诉你们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个东西 目前已经进入复苏状态 一旦真正复苏 别说你们种族要完蛋 整个东周 甚至本源大陆 都有大麻烦 林墨宇的话 让两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大祖佬带着惊骇 这么说来 这东西比起域外天神还要恐怖 林墨宇点点头 从某一方面来说似的 这东西一旦完全复苏 将没无人可治 就算是妖皇出手 也是一样 域外天神 至少还有妖皇可以出手对付 可是林墨宇口中的这个东西 却是连妖皇都拿他没办法 这就有点恐怖了 大祖佬和雷天面面相去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族内还有这么恐怖的东西 他们丝毫没有怀疑林墨宇的话 林墨宇如果想要什么 直接开口就行 他们都会答应 根本不需要再编什么故事来骗他们 林墨宇道 幸好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 在没有复苏前 我还有办法对付 这话让二人又松了口气 大祖佬尼南道 能对付就好 能对付就好 这时 一丝火苗突然从第95层的空间落下 进入第94层空间 雷天脸色骤然一变 本能的一拳就轰了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